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國大陸驚險這一幕 不看絕對蒙在鼓裡 與哈馬斯作戰 阿拉伯和穆斯林英雄受以色列國人感恩 以哈衝突後 辛德勒的名單遭中國哈粉羞辱 中東和印太兩條戰線 美軍部署購滅多國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財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11月22日星期天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國大陸驚險這一幕 不看絕對蒙在鼓裡 阿波羅網記者孫瑞後報導 15日 在大連舉行的國際馬拉松比賽的最後衝刺階段 中國選手引順金正全力以赴的衝刺 不料 一輛白色賽事車輛卻突然橫穿馬路 讓過尹順金前面的非洲裔選手擋住了他的去路 尹順金不得不緊殺住腳步 從車輛後面繞過 網友紛紛表示 這一繞不僅讓尹順金失去了衝刺的機會 還讓他在比賽中的成績及名次受到了影響 16日 大陵市體育局回應稱 此事正在調查中 畢業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雲縱世紀數字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技術總監鄭雲在微博上透露馬拉松背後的利益分配鏈 以2023年藍州馬拉松為例 投名獎金4萬美元 以廈門馬拉松為例 冠軍最高可以拿到4.5萬美元 有些聰明人就看中了這些獎金 去非洲當中介代理 他們在非洲挑選優質的選手 然後把他們送到國內進行比賽 拿到獎項後用極少的分成打發這些黑人選手 如此循環往復 畢竟每年國內成百上千場馬拉松賽事 最後 賽事舉辦方得到了廣告贊助費 舉辦成事得到了知名度 非洲黑人兄弟得到了獎金分紅 國內陪太子讀書的參賽選手們付出了參賽費用 得到了紀念獎章 所以 國內藍某士馬拉松一度上了熱搜 原因是 讓非洲選手優先國內選手50米起跑 而舉辦方解釋說 是為了防止國際軍營選手受干擾 近些年來 非洲選手包攬國內馬拉松賽事前3名的新聞與見不鮮 舉辦方不僅僅可能安排志願者鮮花來阻攔國內有競爭力的選手 還可能直接安排車輛進入賽道 攔截國內選手 其中原因 無需多說 懂者自懂 網友Farmer99說 背後的利益鏈一曝光 這條發財路就黃了 網友Stone驚嘆 原來是這麼回事 網友荊柯說 黑 真黑啊 網友江上小堂回顧 我記得18年蘇州馬拉松比賽就有帝國旗風波 當時就直覺帝國旗跟愛國無關 就是為了干擾比賽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自曾中共前黨會江澤民公開鼓吹悶聲發大財之後 中國人的腦筋都用在臉財上了 這些下流招數只有你想不到的 沒有他做不到的 要是沒有人鋪內幕 大家都還蒙在鼓裡 與哈馬斯作戰 阿拉伯和穆斯林英雄受以色列國人感恩 視頻熱傳 7日 有多少阿拉伯和穆斯林英雄與哈馬斯作戰 這是阿什拉夫 一位阿拉伯有牧民族貝都因人以色列國防軍指揮官 他保衛自己的基地免受恐怖分子的襲擊 以色列平民高呼他的名字 感謝他拯救了他們 截至2022年底 以色列總人口965.6萬 其中猶太人 阿拉伯分別佔73.6%和21.1%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其他發達國家少數族裔的情況相似 2022年 以色列人均GDP約5.21萬美元 月平均工資約3,422美元 是高度發達國家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經濟上沒有受到多少歧視 是巴勒斯坦地區阿拉伯人中生活最富裕的一部分人 評論員王友群分析 他們只是在政治上某些方面感到不滿 即使這樣 他們仍享有信仰自由 言論自由 組建政黨的自由 在戰爭時遊行抗議 聲援敵對國家的自由等 多年來的民調顯示 70%左右的阿拉伯人 為自己的以色列公民身份感到驕傲 最近的民調顯示 86%的以色列阿拉伯人不考慮移居其他阿拉伯國家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極少參與激進組織搞的恐怖襲擊 反而會成為恐怖襲擊的目標 因為 除了受到無差別打擊的恐襲威脅外 他們還會被激進組織視為告密者 叛徒 遭到額外的定點清除 這導致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激進組織更加疏遠 因此 當哈馬斯在以色列犯下反人類罪時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作為一個整體 不會跟他理應外合 以哈衝突後 辛德勒的名單遭中國哈粉羞辱 以哈衝突爆發這麼久 除了哈馬斯搞偷襲 害了很多以色列平民之外 其他時候基本都是被以色列安在地道裡吹 哈馬斯也只能拿自己平民 特別是兒童的鮮血來打輿論戰 作者《歷史押韻》撰文說 這讓很多哈粉專耳撈腮 找不到吹捧的點 今天看到一個熱搜 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在B站上的評分跌到了4.2分 原因很簡單 這是一部講述猶太人被納粹屠殺的電影 為什麼要去惡意評價一部30年前的老電影? 既然現實中找不到成就感 那就去歷史上電影作品中發起攻擊 既然無法吹哈馬斯 那就貶低以色列吧 現在評分還在持續走低 把一個小破綻的評分拉低就能得到滿足感嗎? 哈馬斯就不去偷襲婦女兒童了嗎? 他們就能不躲在婦女兒童的身後 像個男人一樣去戰鬥嗎? 而在另一個平台《豆瓣》電影的評分中 辛德勒的名單的評分還是9.5 雖說也突然遭遇很多差評 但影響不大 因為這部電影在豆瓣上有100多萬人的評價 大量人給了五星好評 現在幾千人想把豆瓣的分數拉下來 還不太容易 可這些哈粉恨烏吉烏 恨以色列 進而恨猶太人 甚至連講述猶太人苦難的電影都要恨 並且還有人開始洗白洗頭腦 說實話 看到那些為洗頭腦屠殺猶太人叫好的人 真的是想不明白 一邊是恐怖襲擊 一邊是納粹 為了所謂的立場 連良心都不要了嗎? 全世界其他大平臺裡 這部電影的評價都窺然不動 唯有在B站這口井裡興風作浪 這讓很多明白之人看清B站的風氣 這會不會拉低群體的素質呢? 中東和印太兩條戰線 美軍部署購滅多國 美軍目前除在中東部署兩個航母戰鬥群之外 還有巴丹號兩棲戒備大隊 包含黃蜂級兩棲攻擊艦LHD-5巴丹號 哈珀斯費里級兩棲船屋登陸艦LSD-50卡特霍爾號 和聖安東尼奧級兩棲船屋運輸艦LPD-19美薩維德號 20日 藏指揮剿滅卡扎菲的美最先進兩棲指揮艦惠特尼山號部署中東 軍事評論員沈舟在大紀元分析說 美軍部署中東的兩個航母戰鬥群 FA-18EF超級大黃蜂戰鬥機應有8個中隊 總計約96架 還有各類直升機等 護衛的神盾艦7艘 美軍隨時可能使用航母艦載機發動空襲 神盾艦也可使用戰斧巡航導彈實施打擊 相對於向中東部署航母的高調 美軍沒有正式公布卡爾文森號航母向印太部署 但美軍未雨籌繆 增派一艘航母在亞太 將與固定部署的里根號航母也形成雙航母部署 美軍在兩條戰線上同時部署兩支航母戰鬥群 顯示了強大的全球部署能力 航母成為一大標誌 軍事博主評論說 美國一個航母戰鬥群 戰鬥力有多強 立體化攻擊 足以滅一國 阿波羅副頻道視頻今日內容是 中共痛恨郭台銘 詛咒八個字 大動作調查富士康 中飛船艦兩度碰撞 非公布畫面怒接傷勢 不止航母 美軍中東增派薩德愛國者系統 首批援助物資開進加薩 不含燃料 美制裁中共芯片是在演戲 日媒驚爆一大破口 出乎意料 請點擊右上角觀看 感謝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分享你的見解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按視頻頻率 convicted 請您",請 demon再談 主持人出版員 請示,按照片 資格, мог怎麼寄 請按照片… 請按照片 順序